东马那个支持台湾的大马华人心中永远的伤痛 因为中华教会拿来问你 如果你支持台湾独立的话 那么如果东马要求独立的话 你能不能够接受啊 确实很难回答 在大马 哪怕我们的政府能够引用三动法令来对付主张东马独立的人 但是依然有许多要求独立的声音 例如著名的SSKM活动 又或者是SSN 以及积极推动独立公投法的S4S 总而言之呢 就是和零零后不一样 在东马很多人要独立的 那为什么这样子好学不学 你们要学台湾了呢 我们西马人对你不好吗 祖国统一才会强大 你懂吗 我们才不会被世界列强欺负 你看我们西马的GDP多强 你以为你依靠其他国家就不会离开你吗 等一下 我好像瞬间就可以理解原来中国人是这样子的心情的 所以到底为什么东马人会有一部分要求独立呢 西马人就真的这么讨厌吗 是的 西马人确实有点令人讨厌 要回答以上的问题 我们就在广告之后细细的为你剖析吧 yeah 各位又是Surfshark VPN 在我慢慢熟练使用它之后 我发现它的用处真的越来越多了 首先是看剧 现在好的影视作品很多版权限制的 很多地区都进不来 例如我最喜欢的呼噜平台进不到大马 Comedy Central的作品也大多找不到 或是像是哈密 Video上面的这个延上哈 台湾的奇剧哈 我在买了他们会员之后啊 点进去居然发现不同地区看不到气死我了 不过哈哈幸好我有Surfshark 游戏上也是哈 不同的游戏会出现在不同的地区里面 音乐也是 不同的音源都有收不同版权地区的限制 但有了Surfshark我全部可以解锁 仿佛在全世界旅游一样 在网上冲浪冲到全世界 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 Surfshark VPN也有7天24小时的金牌克服 可以为我马上支援 还说30天内试用不满意就退款 现在就输入BBK Network 就可以获得83%的折扣 以及免费3个月的使用哦 赶快点击下方链接来领取吧 如果你有VPN的需求 记得Surfshark VPN啦 首先回顾历史哈 在二战结束之后呢 英国要退出东南亚 于是就让西马的11个州组成马来亚联合房 在1957年的8月31日独立 于是我们的国父就慷慨激昂地高喊 Merte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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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现在变成你去拿免费 MacDonald Meals的口号 当时东马并没有一起独立的 他们还是被英国殖民的 而英国呢 则像是一个玩腻了的渣男 想要离开东马了 而恰好呢 马来亚联邦就说我们想要领土跟资源 于是英国就想把东马寄托给西马 但你以为东马是这么好说话的吗 是的 他们就答应了 在1962年 英国派民意调查团去采访当地的居民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是同意的 而三分之一的人就认为要建国的话 那我们必须和西马半岛的整地藩属 有相同的地位 也就是说西马半岛 沙巴跟沙拉越是平等的三个邦 也因此大家达成共识 沙沙应该获得更多的资源以及自治权 只交出三样东西 即国防 内安 以及外交 其余的交由沙沙关系 所以大家签署的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中 就表明沙沙和西马不同 沙沙没有官方宗教 官方语言是英文 保留自己的教育体系 中央的移民政策需要当地政府的首肯 并且有发展基金和税务的权利 包括开采天然资源等 总之就是非常爱争取了很多很多的利益 一个艾莉莎莎的概念 大家仔细看当初的马来西亚宪法 它是这样子写的 Stats of Federation 是和Bornio States平起平坐的 但是现在的宪法却不一样 Bornio State就跟爱一样都消失了 沙沙二州现在和西马的11个州 是一样地位的 那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看过来 是的 宪法被改了 但是要改宪法 我们其实是需要掌握过三分二的国会议席的 那为了避免西马会欺负东马 马来西亚协议当中就规定 全国159个选区中 西马只掌握不到三分之二的议席 也就是104席 而莎莎则是拥有40席 而当时候还有一个没有退出大马的新加坡 有15席 但是这样子的平衡 在新加坡退出之后就被打破了 因为新加坡的15席轮空后 竟然被西马给接管了 西马这时候的一席就来到了119席 已经突破了二分之三的修宪门槛 但是我很好奇 为什么新加坡要把席位这样子给西马呢 难道是要跟我们讨食谱来改善生活吗 这就引来了违背马来西亚协定的嫌疑 当时候的沙拉越首长宁看就认为 他需要重新审视马来西亚的协议 他说您看看您看 但是没有人理他 因为他收到了来自21名沙议会代表的信件 以不信任票让他辞去首长职 宁看他被革职不服之后 就上诉到了婆罗州的高庭 最终被复职 就在他要解散州议会进行选举的时候 在9月14日 联邦政府就以杀安全及和谐为由 在沙拉越州宣布了紧急状态 您看因为抽不到人数最终就被开除了 打不赢别人就宣布紧急状态 这个招数好像在哪里看过 但是老实说 西马的议席有没有过三分之二 其实不重要 因为东马内部也出现了害群字 事情来到了1976年 首相敦募宪提成了 1976年联邦宪法的修正案 将沙拉越和沙巴变成13个州属之一 而非平等的邦的伙伴关系 当初的投票结果是130人赞同 9人反对 其中的东马议员 沙拉越24位议员中22个支持 沙巴16位议员中11个支持 其他的大都缺席 而令人惊讶的是 9票反对票里面 竟然全部来自西马 而其中有8名 就是行动党的林吉祥一伙 所以各位 东马被降解 反而是西马人在反对 代表什么 林吉祥 你是我们西马人的叛徒啊 开玩笑开玩笑 我们不希望东马被降级 也不希望被告 但最终呢 在156人里面 130人赞同突破了 宪法门槛的三分之二 修正案被通过 东马就被降级 也引发了后续的各种问题 和你一样 第一大最大的问题 就是穷 根据2019年的资料 全国的贫穷率平均值在2% 但是沙巴的贫穷率 却高到了19% 杀到月则是5.3% 是最穷的两个州数 而这和整个大环境的基础设备 以及物流交通是息息相关的 在东马的土地其实非常大 一个杀到月就等于一个西马 然而对比起西马的资源投入 显然东马不足 在西马我们有非常非常方便的大道 很多条比比皆是 但是在东马却只有一条 泛婆罗州大道 而且还有很多路动 以及缺乏指示灯的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西马人看到斗会 我东马的写手写着这个笑话 大家不要骂我 内陆的交通更糟糕 《追踪档案》这部剧里面 曾经有一个我要上学的小单元 讲述东马人要上学 需要千辛万苦 跋山涉水 结果排完了却遭到禁播 直到疫情期间 终于不用去学校了 结果网络也很糟糕 不仅是著名的VVO 需要爬树 沙拉月的老师 也需要跋山涉水 去找网络信号 难怪我东马的subsquare 不这么少了 应该不是我的问题 这你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影片 就代表你找到信号 找到信号 你看你还不订阅 海运更是如此 社运人士在纳阿泽敏则认为 1980年代的海运政策 其实伤害到东马 导致东马的物价非常贵 因为进口商品都需要 那个船先停在西马 再运输去东马 09年一个20尺的标准货柜 从巴森去香港的运费 是55令吉 但是从巴森去到 Kotakinavaru 则是850令吉 因为量太少 无法去分摊整个运输的成本 That's why 你没有free shipping 各位 这样子的政策长期伤害东马 而交通部的部长翁世杰 曾经就开放了东马港口之间的船运 终于解禁了 但是外国船仍然选择停靠在西马 因为东马的港口因为长期缺乏发展 而导致它的吞吐量 是完全不及西马的 所以没有人要去 那你知道说到吞吞吐量 谁最厉害吗 跟大家介绍一个番号 更不提原本明白写在 这个马来西亚协议当中 东马所拥有的教育自治权 原本可以是自己亲老师 自己社交港 但是现在却连学校 好像都很难有好的 简而言之 就是基础设备跟不上 发展不出有效的经济规模 来吸引外人才 而自己的教育 可能也没有办法培育太多人才 这就导致了东马即便天然资源丰富 潜力更大却远远贫穷于西马 那到底为什么我们对东马的发展 这么不上心呢 我们来听一下可能的原因吧 简单的说就是 物城距离沙巴沙拉越太遥远了 在这个南中国海各开的两岸 本来就有了一个很大的隔阂 那么很多事情我们认为 当地人比较了解当地的需要 所以我们就要求权力的下放 但是权力的下放没有钱的话 有权的话你也未必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就有点要求 没错 没有权也没有钱 自从东马被降级之后 税收以及其他的一级新政权的削弱 就变得更加有合理性了 在议会扩张到222席当中 西马的议席更是一举增加到166席 达到了全国的75% 马哈迪的移民计划所纳入的外来移民 也进一步削减东马当地人的政治力量 也因此 东马其实在政治当中 是很难扮演重要的角色的 你看首相 副首相等等的要职 几乎都是给西马人来当 而来自西马的领袖 当他们坐在布城的冷气房 去思考东马的处境 不了解当地的问题 加上众多的西马领袖 也需要更加对自身的选区选民交代的时候 那么发展自然而然的就更偏重西马了 但更重要的其实是钱 西马在2012年的马来西亚领海法TSA下 中央就把杀到月的12海里范围缩小到3海里 直接让3海里以外的石油资源开采权无法被获得 肯兰亚的全民党就认为这不符合马来西亚的协约 所以他们认为州政府应该积极要拿回全部的石油资源税收 而不仅仅是跟对方讨一个5%或者是20% 你们每天讲我们出去要游泳 要骑鳄鱼 带楼没有石油怎样买车咧 各位你看我学乖了 这种骑鳄鱼的地狱梗 还是给我的东马携手来讲比较好 你看它是真的存在的 不是我编的 所以没有钱更没有权 去掌控和发展自己生长的地方 东马人民才会诞生出我们刚才说的一系列的分离运动 万幸的是 在509之后西马的政治开始分裂 所以东马的政党开始成为造王者 这就导致更多的政治力量需要去讨好东马 在19年的4月4日 西蒙就在国会提成宪法修正案 希望可以把东马升个为帮 但是很可惜 此举并没有获得东马政党的支持 因此不能够通过 沙拉月的联盟GPS就认为 提案太仓促 没有在他们讨论 而且内容太单调 没有实质对东马的帮助 因而批判西蒙的修宪不诚恳 放弃投票 但是西蒙修宪不诚恳的话 那么国盟就很诚恳吗 慕尤丁在沙巴进行首选的时候 就做了以下的动作 哇各位 看起来真的非常棒非常厉害 但是 然后呢 之后可能就因为疫情还是怎么样 就开始没有什么动静 丁丁现在下台之后 也不懂还有没有存在 直到21年的4月 还有一个新的事情发生 就是多媒体局泄露了短讯 宣布说沙巴和沙拉月以后 不可以再被称之为州 而是要被叫邦 天大的喜讯啊 各位终于升格为邦了 就在大家都觉得有什么事情要改变的时候 沙巴的副首长却说这不是官方的决定 国防部长也就是我们现在的首相 伊斯麦也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没有修宪直接换一个名字 叫你一声帮 这样子难道就真的比较诚意吗 难怪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这里的GPS 好像带我们走Reverse路的 我我是不懂啦 我没有用过东马的GPS 我不懂我不懂 算了回家吧 那作为一个喜马人 老实说我是很难有资格要告诉东马人 应该怎么做的 毕竟喜马确实在办一个司机 都对东马不太好 我是深深可以感受到这种负罪感的 感觉我房顶的砖都是从东马人民的家里面拿来的一样 然后我还没人开玩笑 叫你们住宿上 我反省 所以东马和喜马是一个必须互相敌对 互相抢资源 必须离开彼此才可以变得更好的关系吗 我倒觉得不是 当初东马面临降级时 喜马的反对党是站出来反对宪法修正案的 相反的东马的领袖大部分是赞同和缺席的 在2019年面对恢复为邦的西蒙修正案的时候 东马领袖也没有权力支持 反而是喜马领袖去积极推动 所以我老实讲 我老实讲 我不是要为自己洗白 确实西马人太糟糕了 但是我真心觉得这很有可能不是一个东西马之争 而是有心人士以及上位者对于现状的分裂以及稳定政权的方法 习俗地不获承认是沙沙两周原住民心头最大的痛 他们世代生活的森林因为砍伐挖坏开发等等的原因迅速消失 导致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了遭到驱赶而必须四处迁徙的难民 当中沙拉越贪腐严重多年来都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2013年国际组织Global Witness就曾经公布偷拍片段指称 十任首长太义马木罔顾原住民权益通过大量发出伐木执照来自肥 太义对此予以否焉一度声称要起诉该组织 不过最后却不了了之 是的砍伐挖矿开发牺牲了很多的原住民 但是这些利益呢有没有还给原住民呢 这其实是东马领袖需要去面对的人民的问责 但是只要一天不复帮政客就可以年复一年的高喊 这一切都是西马剥削我们造成的 而把所有的议程就这样子简单的甩锅给甩走了 这才是我们最担忧的 一旦我们陷入东西马的对抗思维互相仇视 反而更容易被转移视线 那我们就看不到上位者对人民的控制以及剥削了 相反的只有我们团结一起来了解政治 了解你身边发生的事情 对更多的不满要进行更多的问责 我们才能够清醒的用手中的一票 以及更多的舆论来改变这个国家的走向 所以各位欢迎大家投票给 魅力不能挡 我们为了大马的团结 也决心要做一个策略 那就是要东渡 我们要找一个东马人来担任我们的在地领袖 给人民带来更多实质福利的提升 而不像现在的政客一样 只会喊一些独立与否的政治口号 那么我们的写手郑文 这个魅力不能挡的东马领袖 这个职位团结东西 改变社会的艰辛任务就交给你了 你有什么获奖感言吗 我的感言是先不要